中国节是一种手工神节信义 经有多种编织技巧巧妙搭配 可以编出许多精致的装饰品 或是实用的生活用品 今天就带您看到一位年近70的中国节编织师傅 如何运用编织技术 创造出许多唯妙唯孝的花卉作品 无论是代表吉祥富贵的牡丹 或者是万子千红喜气洋洋的圣诞红 还是传达恋人秘密的猴玫瑰 这一株珠珍奇斗艳的花朵 从花瓣到叶子 都是中国节编织师傅许樱桃阿嬷 用中国节的线材一条条编织出来的 这个高难度很难 一个花瓣差不多要半个钟头以上 那整朵做起来的话 差不多两三个钟头 戴着老花眼镜 专注的编织着玉金香 虽然已经年近70 编织的动作还是非常利落 这是许樱桃阿嬷研究了19年的手工艺 从使用工具书自学模仿开始 到现在独树风格 每一根线都是她的荣耀与成就 喜欢做这个花 很辛苦做的 可是做起来如果漂亮的话 一些辛苦都值得 人家说我做得漂亮 我感觉好有成就感 许樱桃阿嬷常常在创作时 专注到废井旺石的地步 虽然让家人很担心 但是乐观开朗的阿嬷说 如果身体还行的话 还是会继续努力做下去 因为她希望能找到传人 把这项需要有耐心及毅力的绝活 传承下去 行唐人亚特电视 张又铭 陈奕文 台湾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